好,这节的欢迎大话题我们来聊聊用加密货币买东西的现象 虽然说投资生态呢,目前正处在一个低迷的大熊市 但仍然有一线品牌决定要尝试这项新颖的金融体系 意大利的超跑品牌法拉利呢,相信是很多人爱车人士 心目中的梦幻车款 他们前阵子发布的新SUV Perusanguai呢 这个订单听说是接到手软,卖得非常好 而路透社就报道了,法拉利其实有不少的忠实客户 是加密货币跟区块链的投资者 那握有非常可观的数位资产 为了满足这些顶层客户的喜好跟品牌忠诚度 法拉利已经开始在美国地区接受以加密币来支付车款的方案了 而且呢,未来计划要持续扩大,让这个欧洲市场也跟进 据说这是为了回应市场跟经销商的要求 毕竟在奢侈品市场玩到最后呢,就是卖一个用户体验 加上这两三年间,这个币圈的生态可谓是大起大落 创造了一批又一批新兴的少年币神 那他们也是法拉利开拓年轻市场 很看重的一批消费客群 至于说到用加密货币买车这个噱头啊,其实一些品牌跟车厂老早就玩过了 最爱谈论币圈话题的科技富豪伊隆马斯克,他旗下的特斯拉 就算是最早拥抱加密货币的车厂 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用比特币买特斯拉,然后用狗狗币买一些相关的周边 不过后来啊,品牌是用了挖矿不环保的理由 在2021年的5月喊停了这项政策 不过挖矿还不环保,这算是假议题了 主要原因呢,我想可能还是发现这个加密币的波动起伏太大 来源也复杂,为了避免损失跟争议呢 先暂停了实施这项措施 后来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特斯拉跟马斯克本人也是脱手了大量的比特币嘛 那至于日系车厂这边,老字号的Toyota,丰田呢 他则是与加密支付服务FCF Pay来吸手合作 那同样是先从美国市场开始试水温 不过丰田并不是直接接受客人以加密币来支付 而是要透过FCF Pay先将你的这个加密货币 转换为法币之后呢,才能进行支付 那说的直白一点,其实就只是车厂 为平台背书的一种商业互捧而已啦 不过呢,丰田肯跨出这一步接受吸引的事物 除了卖车,获利之外 还赚到了一波与时俱进的印象分 我相信也是在很多Toyota粉丝当中 很加分的一个动作 以上就是这节的环宇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这节的环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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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